我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抗衰老 所以我的这个颜骨已经就是开始往外走 太阳穴这两个地方它会凹陷 它打得太重的话更显老 今天的主题呢是终极整容级别的修容 修容这个词的英文是contour 好多新手比如说去了Sephora一进去 就笑说我要contour color fits my skin 然后他们都会把你拉到一个地方给你一个橘色的contour 这个颜色就或者是不是这个一模一样 它是偏这种颜色的啊 放到了亚洲人脸上就是你不管打到哪 它都是两条橘黄就特别特别的耀眼 我们不一定要听他们的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 我们要辨别颜色的能力偏灰底的gray undertone 它画出来的是这样的效果 因为它是一个影子嘛 你不管是什么肤色 你的影子肯定是灰棕灰棕的 谁的影子是黄棕黄棕的对吧 你看看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脸上会是这样子的contour会什么样 我这一盘呢 我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错误示范我才买的这一盘 如果你只想买中间这个颜色的话 去Sephora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我想上脸之前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哪些个产品你是可以入手的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鼻子和眼睛 然后脸上都可以用的 是make up forever的这个眼影 如果你不熟悉make up forever这个牌子的话 所有的眼睛都放在那儿 然后你自己去单挑 然后再买一个这样的盒子 这个就是我在那边配的就是眼影嘛 就是我挨个颜色试过去 然后我自己配的那个六色眼影盘 然后也有四色的也有两色的 那么这个呢是单色的 我专门弄一个单色的 单看上去这个还是蛮白的 你给我试一下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自然了 M540找这个颜色 然后再配个这个小孩就可以了 然后一直放在你化妆包里 这个我是必须在在身上的 我只要感觉我脸平了 我就用它 第二个产品 其实我在纽约的这个韩国城买的 E2 Health是吗 我其实买韩国的东西蛮少的 奔驰牌 它这个有点偏红 然后这两个呢 就还算是蛮灰色调底的 颜色就也是蛮自然的 如果你用它来contour你的鼻子 我还是不太建议 因为它有这个颜色比较红 所以我脸上的修容还蛮好的 脸的正中间 你真的用错了啥了 就大家就盯着那看 觉得哇 第三个产品呢 Makeup Forever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东西 太专业了 主要是 Pro Sculpting Palette 4-in-1的这个Face Palette 不太适合新手 因为它需要工具来apply 因为它所有都是很creamy的 第一个是blush 有点偏橘色的 蛮自然的 第二个是highlight 对是highlight 我说的bronzer 然后这个是你的concealer 也是highlighter吧 但是没有shimmer 就是不亮不闪的那种 麻烦吧 不是一把刷子就能解决的 那么这个颜色呢 我也是建议你去修外面的轮廓 你看 它其实有一点点很warm的感觉 你整脸都跟着它去用的话 应该不会错到哪去 20号 所以说你记住了 你是要最白的那一档 然后下一个 Fenty Beauty 其实它这是一组了 有shimmer highlighter 和contour 还有类似于concealer的这一种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这个产品 我对他们家的这个印象好很多 然后 你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也是发挥的 非常好 非常棒 非常棒 但是我觉得还是face contour比较好 你不要在鼻子旁边 还是有点暖 这个颜色 还有Kevin Lacan这个 这个就是contour 巨contour 我为什么买这一盘呢 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你单独买这一个颜色的话 就好像70多也不是多少 但是你这一整盘好像才90多 好像是这样的 还是说一个是50块 反正单买就很贵 但是你整体买就很便宜 这两个我就没法用 它这个眼睛 这个颜色吧 你用在哪呢 用在我脸上 就18同仁的效果 这个blush还是蛮聪明的 它中间是粉色 其实它这个粉看起来很hotpink 上脸之后就还好 它就是还蛮自然的颜色 它有一个过渡 然后可以过渡到棕色 和过渡到提亮 偏秋冬的话 你可以就是在这个位置刷一刷 如果夏天的话 你想脸颜色很亮 你可以就往上面来刷一刷 这个颜色呢 就可以是整个 就看你是出席什么场合 比如说你出席晚宴啊 然后灯光比较强啊 然后你就可以mix这两个 Everyday使用的话 就是最浅的一个就可以了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OK这个牌子 其实还有一个浅一点的版本啊 但是我当时这个打折 然后那个浅的抢不到了 我就用了这个深色的 哇 简直就是好深啊 给它blend开之后啊 对 你看就是还是蛮自然的吧 就你化妆品上脸了 你还得加工它对不对 告诉大家一下这个上contour的一个技巧 眼睛和鼻子 亚洲人的这个眼窝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比较平的 首先呢 我们要让它有这种眼窝凹进去的感觉 沿着眉毛下面的地方开始 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直角 到这里的时候呢 你不要停 不要拐下来啊 要往直着下 好 直着下来 直着下来 到这个球半圆 是不是还有一条线 没关系 我们之后再blend 好 这边也是 从眉头 然后这样子下来 一定要是条直的 细一点啊 细一点 这样 我现在是比较夸张的 我还没有blend之前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形 是不是感觉就一条柱子 感觉有假体的感觉 我的眼睛就从这个凹的地方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着 画画 顺着它的弯 这样子 没有任何的难度 你什么都不用想 你就画画画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这一只眼 从头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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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把这里后面 就是要虚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再晕 把非常干净的刷子 blend也是要上下上下 你不要这样子blend 透一根纸 有颜色的这只笔 在你前面可以画一个圈 pops out 你的鼻头 鼻尖 我也没有去遮它 没关系 就忽略我这些痘痘啊 就是你的耳朵的 就这个地方啊 耳根这上面 然后对着你的嘴巴 嘴的唇角 这样子是一条线 对不对 然后按照这一条线 来画你的contour 这个刷子往下滚一下 然后画在大概二分之一处 这样子 contour一个是显你脸小 还有一个就是 把你的就是阳长臂短嘛 把你的这个五官的形状 给你幽化 因为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抗摔老 所以我的这个颜骨 已经就是开始往外走 太阳穴这两个地方 它会凹陷 所以说如果我把这个地方 打得太重的话 我就更显老 所以说我在打它的同时 我要把我的这个颜骨 也往下 让它变小 那么到了太阳穴的时候 就要打住 因为太阳穴 反而要提亮 饱满 就更年轻 很多人都喜欢 就是把自己的塞帮子 也打得很小啊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就是喜欢把它打在这个迎面上 迎面 然后这样子去blend 然后侧面人家就会觉得 我的脸子这一段是黑的 然后肤色不均 还是很搞笑 而底下脖子还是白的 然后就特别特别难看 大家看到没 是打在这个角上面 是打在这个角上面 然后我们all the way打过去 然后这边的太阳穴一样的 打平 你记住了啊 这个颜色一定我回答 往前面带的话 你整个脸就脏了 然后大家记住啊 这一条线一定要留白 千万不要整个上面黑 下面也黑 中间留一条白才自然 我觉得我不希望我的颜骨太高 所以我在颜骨零点的时候 我要再加一点 然后我再把它blend 最好就是用干的blender 它不会把你太多的东西带走 就基本上还都留在你的脸上 然后我们现在呢 开始上 高温老矿这个颜色吧 然后go over一层powder 就可以让它的脸定住 这个样子的角度 然后去定它 到下巴的时候 一定要draw line 一定要全方位的这样 立体感的去上粉 而不是说只是上表面啊 下面也要顾及到 然后我的下巴比较长 所以我会在这边打一下 有很多个形式的highlighter 比如说第一种 就是这种 我们见的比较多的这种 D Beauty 就是这一种哈 就像石头一样的 其实是你要把它 就是先画在你的手里 就这样子搓搓 搓到手里 然后这样子点 再往脸上擦 还有一种就是 我是喜欢粉质的 因为它上的比较容易 还有一种就是 在这里面的这一个这样 就是膏体黏答答的 其实这几个都可以 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打在鼻子上 但是你打在鼻子上 打错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油鼻子 就是T zone 就是很油那种 我今天就拿Dior的这个 就是02号 但是我是很久之前买的了 现在应该有更自然的颜色 我就先用这一个吧 首先呢 你要鼻子 你不是说T字区全都用的 避免画一个T字 我们只用把这个highlight 放在你这个鼻梁上的一点点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低于这个地方 刚才的contour 已经把它弄得已经很挺了 如果我们再放的话 这个鼻头上一个冒油的灯泡一样亮 还有呢 要在眉毛下面 如果眉毛下面打一些的话 就会觉得 嗯 嗯 嗯 人中的这个地方 点一点点 来一个倒三角 如果你开始衰老的话 其实你上面的cheek里面的fat 就会慢慢掉下来 掉到这个地方 就妈妈背的这个地方 就嘟嘟嘟嘟 嘟嘟嘟 应该是起来的 就是肉全都在上面 对不对 highlight的话 还要避免你的这个颧骨外翻 我们就要把它放在这个 是一个三角形的位置吧 拖着你的眼带 嗯 正面看的话千万不要出去啊 出去的话你这个 你这个颧骨要 就凸出去了 大刷子也可以 你就可以不用这么精确 就这样点在上面就可以了 最喜欢的腮红 我用过十几年吧 我那时候就很迷这个 就你看这已经又用了 用的见底了 我已经用了 几盘了 不记得 五六盘吧 擦很多 它不太上色 所以说你怎么擦 你都不会觉得说 哎呀擦多了 擦少了 这就叠加吧 你叠加多少都特别自然 很多人有误区 就是说你画这个时候你要笑 你找到了一个顶点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顶点画画画 你不笑 你这个就找到这儿来了 就告诉大家 你的fat从这儿 就掉到下面来了 擦擦红的时候就面无表情 根据脸型点在你应该有fat的地方 OK 我的颧骨这儿不能有fat 对不对 我这儿也不能有fat 我需要我在我的侧面 苹果肌这个地方有 所以我就要在这个地方点 就是很饱满 都在上面浮着 还没有掉下去 颜色实在是太自然了 我都会在鼻梁上也打一点点 因为我脸比较长 下巴打一点 我就可以缩短我脸上的一个距离 就我这样子出门的话 人家就会觉得说我的脸很立体 然后就是很有气色 如果你觉得说我的眼睛不够深邃的话 我可以就是再加点这个眼影 对的 真的是它 就是Chanel的眼影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Chanel 10年前吧 Chanel的PR发给了我 就是所有的这个 这种颜色 你看它已经都漫成了 所有的Chanel当时的collection 我全有 它全都给我发了一遍 我真的是没有用 我觉得不好用 但是 这个的话 是它全是nude 它全是nude 而且它这个粉嘛 在其他的里面 还算ok 就可以接受 然后就很nude 我走到哪儿出差什么的 我也都带着它 每个颜色都可以互相的 互相的blend开 然后擦在这样的山眼皮上面 这个最深的一个 我会让它做眼线笔 就画在毛根上 也蛮自然的 真熏的感觉就是一下子就出来了 而且就是很自然 就没有觉得你真的是在化妆 是你长出来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意思的话呢 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 Leave a comment below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